如果半夜睡不着,你会做什么呢? 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 对女生,或者是对更年期的女生 会预防更年期,或者防止更年期产生的种种症状 一道非常好的经历堂哦 大家都上来了吗? 欢迎继续收看我的健康4.0 首先还是要报告好消息咯 大家都知道,收看直播除了能够得到一些对我们健康有益的资讯之外呢 还有想好康哦 请你不要忘了在我的影片按赞、分享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选出三名获得大豆生态的随身包 这是大豆生态哦 我家里随时都有大豆生态的随身包 因为我呢,每次去运动的时候就会带上一包 运动完呢,立刻把它撕开 然后带着,要拿着我的水壶倒进去 然后摇一摇 这就是我运动之后养肌肉非常好的方法 所以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 赶快按赞 然后留言,分享 嗯 真的,你常常半夜睡不着吗 半夜睡不着,究竟要干什么呢 当然,就是要煮栗子了 现在是栗子的盛产季节 你吃了栗子了没有 这是我朋友亲手做的密制栗子送给我的 哇,非常好吃 小小的一颗入口即化 嗯,给大家看一看 那这个栗子呢 嗯,其实他就是去市场上买 那个剥好的栗子 他说如果没,不然的话 会很麻烦的 嗯,然后 300克的栗子 加300克的水 然后,嗯,把它 这个放到锅子里面 开中火 然后煮 煮了大概火开了 这水开了以后呢 转,这个小火 再续煮10分钟 然后把它关掉 等两个小时 再开中火 再煮5分钟 就煮滚了以后 在小火煮5分钟 然后再关掉 再等两个小时 然后再煮第三次 再开中火煮滚了以后 续滚5分钟 然后再关火 如果你觉得还不够软的话呢 可以继续的再煮 如果觉得软了的话呢 就好了 嗯 这煮的绵密又好吃 那个糖分呢 大概150克到170克 可以随个人的这个喜欢的甜度来调整 哇 这个栗子煮的这么好吃 但是要花那么多的时间 更重要的是 它是半夜2点起来煮栗子 然后留言说要送给我 我吓了一跳 我问他说 嗯 半夜2点不是最应该睡觉的是吗 为什么起来煮栗子 他说他有更年期睡眠障碍 所以常睡不好 那以前睡不好的时候 他会很生气 然后呢就 这个心情很不好 可是现在呢 他已经学会 用他和平共处 所以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起来做点料理 他就是手作达人 所以他很喜欢做料理 就趁着晚上来研究料理 做出很多很漂亮好吃的料理 我就常常受贿 可是更年期睡眠障碍 他说不只他有 他姐姐也有 他妈妈也有 所以他认为这是一个体质的问题 其实大概有40%到60%的更年期妇女 都会有睡眠障碍 就是睡不好了 浅眠了 常常容易醒来 醒来就睡不着了 嗯 还好 我好像都没有这方面的障碍 那我们究竟有什么方法 来可以减少更年期的失眠呢 或者是说有什么撇步 就是让我们已经失眠了 还能够改善 我要来看看 有多少朋友上线咯 是不是有在收听 因为好多朋友说 他很期待这个主题 今天教大家这道金丽汤 还有那个豆骨浆 不只呢 能够预防更年期 就是你已经有更年期的障碍了以后呢 也可以帮助你克服 因为有一次我在当健康大使的时候 就有位那个妇女啊 等我等了两个小时 只为了告诉我一句话 她说她两年前更年期障碍非常严重 但是呢 那一次两年前听了我的演讲 学会了怎么样跟 就是用食物来调理自己的更年期以后呢 居然她的更年期障碍就完全好了 所以也没有失眠的问题 所以我非常开心 所以这个是有时证的 好 我们先来说说 为什么我们更年期会睡不好 当然就是因为我们的卵巢老化了 所以呢 雌激素分泌少了 雌激素分泌少了以后呢 就引起我们的内分泌失调 甚至导致自律神经失调 所以就会有什么倒汗啦 心剂啦 热潮红啦 还有就是失眠 那这个一方面就是神经失调 另外一方面呢 因为内分泌不足 所以雌激素减少 所以也是你的血清素就减少 血清素减少呢 就当然血清素到了晚上就会变成退黑激素 所以充足的那个血清素会让你很镇静 很放松 心情很愉快 所以缺少血清素 你不止暴躁 抑郁忧郁 躁郁 焦虑 焦虑 而且呢 就是血清素不足 所以转换的退黑激素也不足 那你当然就是会睡不好 所以第一个呢 我们当然就是要来补充一下 对我们的那个 这个 水清素的水清素有帮助的食物 那就是天然助眠的食物 天然助眠的食物呢 我今天准备的这一道精力汤里面呢 全部都有 不仅有助眠的食物 还有更年期女性要补充的食物 好 就是说要补充哪些营养 好 首先我们来介绍 第一个 我们是今天的这个是用到了青江菜 绿色的青菜 绿色青菜 我们用了芽菜 我首先要说 这个芽菜呢 就是能够补充我们持激素的食物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补充 能够帮助我们制造血清素的食物 制造血清素的食物呢 当然就是色胺酸 它可以帮助我们制造血清素 富含色胺酸的东西 先给大家准备的是黑豆 因为黑豆呢 不像黄豆比较性凉 而且黑豆的那个矿物质更多 钙啊铁啊都更多 所以是比黄豆更有助于我们 这个调整更年期 或者是帮助我们入眠 那豆腐也可以啦 豆浆啦 这些富含色胺酸的食物都可以 当然鸡肉啦 牛肉也是有的 肉类也是有的 好 除了富含色胺酸的食物 能够帮助我们制造雌激素之外呢 我们还要正本清源 这个是表 正本清源就是来帮助我们增加雌激素 那增加有益更年期的食物里面 第一个就是含有植物雌激素的食物 像什么呢 我刚刚讲的 黄豆啊 黑豆啊 毛豆啊 碗豆啊 豆浆啊 还有大家常吃的山药啊 地瓜啊 还有这个菇菌类啊 还有这个谷类也非常好哦 谷类 然后像艺人啊 牛蒡啊 黑米啊 葵花籽的洋葱 非常非常的多 这些都是能够帮助我们补充雌激素的东西 就在这里嘛 给大家看一看哦 好 那另外呢 还要补充一些富含B群的食物 富含B群的食物呢 像我刚刚讲 全谷类啦 嗯 嗯 糙米啊 全麦啊 小米啊 玉米啊 都好啊 水果了 水果 菇菌类啦 还有小麦配牙 最重要的就是绿叶蔬菜 所以好 我们今天就要用这些来打一道 对我们女性非常好的这个精力汤 其实对男性也很好啦 因为它是B群非常丰富 大家都需要B群嘛 B群丰富我们才会有活力 来 找一下我的夹子 首先呢 我今天用的还是小V啦 啊 这个又漂亮 然后分量又刚好 然后呢 又这个 哎 马力很强的小V 好 我们今天第一个用的是紫花 紫高丽苗 当然你也可以用青花业苗 这个呢 呃 我们把紫撕下来就可以了 不过你如果肾脏不好的话 你可以把根也切掉 因为 呃 有我的矮友告诉我说 他先生吃了以后 会比较容易皮肤痒 把这个根 切除以后呢 就好多了 所以这个 看个人 我是没有这样子的问题 好 第一个是 青花业苗或者是紫高丽苗 第二个呢 就是绿色的蔬菜 那绿色的 芽苗我们不用烫啊 但是绿色的蔬菜 我们就要烫一下 所以 我的利器 在这里 哦 还有芹菜 那个芹菜呢 我也把它已经 稍微切了一下 因为芹菜很长 但是我的芹菜 你看 芹菜叶都带进去了 这就是我的全食物啊 全食物的秘诀 就是要连根带叶 在那个啊 这里呢 我把它每一个都扒开了 因为不扒开的话 洗不干净 我们洗干净以后呢 把它稍微要切 或者不切 都可以看你的那个长度 然后我们用滚烫的水 把它 汆烫一下 这个是我刚刚烧好的 滚烫的水 好 那要烫多久呢 我通常会烫 30秒到50秒 这是我现在最喜欢的 一个烫菜的方法 因为这样子呢 营养都不会流失 而且非常的方便 很简单 我们就这样子 把它泡在 刚刚烧开的热水里面 一方面去虫卵 一方面杀青 然后你看 我现在已经闻到 青菜的味道了 就是 它已经开始 有一些营养素释出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就赶快的把它拿出来 放进我的调理杯 避免它那个太久的话 就会太多的营养流失 有的时候 以前我们用热水烫啊 放到锅里烫 就会发现 哇 好多颜色都跑出来了 那就是它的 营养素已经在流失了 今天这样子呢 也会有一点点 但是 分量少很多 所以看起来 这些青菜 还蛮翠绿的 没有被我烫黄 也没有被我烫得太老 失去了它的 像维生素C啊 还有像叶酸 叶酸是非常重要的 那让我们 这是一个 也是B群之一 让我们有活力 所以也非常重要 那它也是很容易流失 还有一些 还有酵素啊 这些都是 当我们加热的时候 很容易流失的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放 现在盛产的 柑橘类 柑橘类啊 维生素C很多 所以 维生素C 它也有B群 也有维生素C 所以两个相加 营养更好 而且 大家看到没 这是我的皮哦 但是我把纸拿掉了 所以要把它切开 就是要把纸拿掉 纸没有不好 只是太苦了 所以我就觉得 哎 不要 人生不要那么苦 还是要吃一点美味 好 我们要一点 这个 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们还要这个 非常好的 先来扒香蕉好了 这个香蕉大小 刚好一条啊 太大的香蕉 就 分量就太多了 所以呢 我们刚刚放了 新疆菜 西洋芹 再帮大家复习一下 不过我们食谱都会放在那个我们的那个网页里面 好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CAMC 这都是很好的东西 所以要把它留下来 这里面营养素最丰富了 我以前有的时候还会把那个香蕉的皮刮一刮拿来吃 因为里面也有很高的营养素 好 这香蕉不止有这个色胺酸还有B6 它这是可以帮助我们制造血清素 那另外呢 嗯 刚刚已经B群很多了 这个更多 这个是小麦胚芽 小麦胚芽 B1 B2 B3 都有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有的有B6 有的有那个叶酸 胭碱酸 所有几乎都有了 就所以是叫B群大补汤 然后白芝麻 白芝麻有非常好的 油汁 那因为我们说钙美也可以帮助我们助棉啊 那白芝麻里面钙也很多 好的 好 然后呢 综合坚果 综合坚果像核桃啊 也是有助棉效果的 然后再加上这个杏仁 有很多粉丝上来吗 有帮我加 有帮我按赞吗 好 有帮我留言吗 上一次只有300多个人在线上观看 让我很伤心 因为以前都有500个 所以我们想说上次是不是声音不太好 那今天声音改善了 请大家一定要帮我努力的分享 好 按赞 好 来我们今天这个是杏仁 含有美 含有美 然后我们还有很多的南瓜子 含有心 所以矿物质是蛮够的 让我们有活力 然后呢 哎 非常重要的就是优酪乳啦 这个是我昨天做的优酪乳啊 哎 我只要一大匙就好了 100cc 好 我真的是太喜欢我的这个美颜 这个叫粉样糊 每天都帮我做好好吃的这个优酪乳 而且优酪乳营养非常丰富 原来呢 他也是含钙非常多 他也是富含B群又有好菌 所以真的是非常好 然后在大豆生态 大豆生态呢 也有色胺酸 也有那个 他也可以制造色胺酸 他就是 咦 这个还没打开 哦 打开了 好 那我们放两匙哦 大豆生态里面呢 他也是 是一种必须 那个 色胺酸是一种必须胺基酸 那大豆生态里面 所有我们身体需要的必须胺基酸都有 所以他也有色胺酸 又有蛋白质 所以 也是在吃的时候是 一举两得 好 再加上冷开水 来 哦 好 冷开水要250cc 好 好 因为今天的食材还蛮多的 所以我们再 给他加一点 就直接加好水好了 如果你冬天喜欢要比较暖一点的话 你就可以再 用那个温水打 也可以 如果你用的是 冷冻包的话呢 你可能就直接 我来看一看哦 水大到七分满就可以了 其实 好 差不多了 好 你喜欢喝浓一点还是 呃 淡一点 还是那个稀一点 嗯 嗯 这个机器的好处就是 操作非常简单 好 我们打40秒就好了 非常的简单 那这就是一道呢 非常好的 呃 这个 第一群大骨汤 同时呢 它富含了 我们刚刚讲 它有 呃 它有这个 呃 柱棉的食物 啊 天然柱棉的食物 就是还有酸酸的食物 然后也有 还有植基素的食物 然后还有B群的食物 特别是 这个B群的食物很重要哦 因为B群呢 就能够帮助我们 调整我们的神经 好 差不多40秒了 我怕刚刚声音太吵 好啊 大家没听到 那个B群 为什么我要用一个B群 因为B群非常非常重要 B群呢 它是呃 可以帮助我们 减轻 身体 神经失调的 呃这个现象 比如说 呃 这个更年期的时候 容易头晕啊 有的人会耳鸣啊 有的人失眠啊 健忘啊 倒汗啊 嘲哄啊 心悸 这都是那个自律神经 思调所引起来的 那B群呢 可以改善 然后再加上我们刚刚说 比如说有了钙啊 美啊 来稳定神经 放松肌肉 也可以让你睡得更好 然后还有 我们刚说 那个天然助眠的食物 呃 帮助我们制造雌激素 所以这一不个这一杯喝下去呢 不仅让我们这个有活力 因为多半呢 更年期的人 如果晚上睡不好 早上呢就没有活力 精神不好 所以这个呢 可以让我们白天有活力一点 然后呃 白天有活力出去晒晒太阳 然后喝一个这个B群大补汤啊 或者我们叫做助眠快乐汤 然后呢呃晚上就可以睡个好觉 第二天起来呢就神清气爽 然后就改善了呃更年期失眠的问题啊 然后你要预防的话就长期喝咯 因为常常我就我就是这样 每天一杯绿拿铁或者是说绿色的精力汤哦 苏果类的精力汤 然后每天一杯豆骨姜啊 这样子交际的喝 所以呢呃 我的副产科医师说 我的副科医师说 我是人口里面最后的百分之五进入更年期的 而且我真的都没有任何的症状 到现在呢我没有过心计呃 这个倒汗热潮红都没有 大概顶多有的时候有有点头晕吗 那也感感觉不出来那有几天会失眠吗 但是不晓得那是更年期障碍 还是因为那几天心里有事啊 然后呃想事情想不想想的没睡好 所以呃好 如果你已经现在有更年期障碍了 那更要喝 除了喝以外呢 你还要这个去晒晒太阳 因为晒太阳呢 能够让你对这个呃 你的身体的机能啊 对成昏的机能会恢复 所以当晚上的时候呢 你的退黑激素 太阳下山的退黑激素 就分泌的比较多一点 当然运动也是不错的 好好喝哦 真的很感动 小V也能够打得这么细 所有的纤维都打掉了啊 有人问说什么时候喝比较好 哦我通常是早上喝 我都把它当早餐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早早餐喝的时候 我刚说就不呃早上要吃的好 所以这里营养非常的丰富 你再补个骨类的饭团 或者一片全麦吐司 你早上的营养就够了 最多最多你再吃颗水煮蛋啊 不过这里面也已经有不少的蛋白质 在吃颗水煮蛋也是可以的 这样就是很好的一餐啦 那你同时就打好了底子 所以你早上的时候 白天的时候活力十足 你当然到了晚上再喝 那B群发挥作用 让你活力十足 搞不好你就睡不着 所以我赞成是早上中午以前喝 那晚上喝什么呢 就是我另外这一道啊 这一道呢也是非常好的哦 叫豆骨浆 那我这边呢除了就我刚说黄豆 豆类都含有色胺酸对不对 然后豆类呢也有雌激素啊 所以真的是最棒的东西 然后再加上一定要跟全骨类啊 不论是像我刚刚那一道欢乐汤或这个 你只要加上全骨类 它都更能够发挥作用 所以有些睡不好或者暴躁易怒的 那个女性啊 可能是因为你都没有吃骨类 你如果怕胖 怕血糖长太高的话 你可以吃全骨类 不要吃白米白面吃全骨类啊 然后再加上红豆 就是说黑的食物入肾 红的食物入心 入心脏啊 还加上红枣 红枣除了那个可以补血 还可以安神 所以也是可以促进睡眠啊 那这个呢可以帮我们去湿 利尿温热我们的身体还有补血 所以这一道也是非常好的 那这一道呢 我就可以建议 那个差不多晚上八点左右喝 或者是你就当晚餐喝 喝了以后呢 就可以有一夜的好眠啊 然后又修补身体 然后又补充身体所需要的激素 那我刚说女性呢 到了这个更年期的时候 我们失去了磁激素的保护 所以很容易有心血管的问题 到了六十五岁 我特别注意到 到了六十五岁以后 我们得心血管问题的这个几率 比男性还高哦 因为一直以来都是心血管问题 男性高于女性 唯独到了四十岁以后 四十四十或者是到了五十岁左右 那女性进入更年期以后呢 你的心血管问题就慢慢出现了 然后到六十五岁以后 你甚至得心血管疾病的几率 会比男性多 所以不论是像我们的 刚刚介绍的这个助眠欢乐精力汤 或助眠快乐精力汤 或者是我们做B群大补汤 或者我们这一道这个 黑豆、红豆浆 都是非常好的 其实今天 我今天这个食谱呢 都是根据我书上的食谱 然后再为大家调整的 因为这个 我们希望女性不仅补肾 也补心 所以我们在这个 传统的黑枣、红豆 黑枣、黑 红枣、黑豆浆 里面又加了红豆 刚刚好像有人要问问题吗 秋叶或是说 小麦胚牙要用生的还是熟的 小麦胚牙 我都是到店里买的 直接买的小麦胚牙 小麦胚牙可能 不需要再熟吧 因为它里面含有很多的维生素E 所以这个不需要再去把它另外去制造 就是买回来就可以用了 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E 还有B群 好 另外我们也可以吃一点镇定安神 如果你真的是睡得不好的话 像那个绿豆啦 豌豆啦 银耳啦 百合啦 莲子啦 红豆啦 都是不错的 所以可以吃点 有助酸 有这个酸酸的食物 也可以吃点更年 有助更年期的食物 我们刚刚讲了 酸酸就是帮助我们制造血清素 那更年期的食物呢 就是有益更年期的食物 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制造雌激素 含有雌激素的食物 含有B群的食物 改善我们的神经功能 然后那个增加我们的雌激素 然后让我们的褪黑激素分泌的更好一点 我们就可以睡得更好 那当然 还有问题吗 黑豆红豆要蒸熟吗 哦 一定要 一定要煮的很熟 大家看吗 我在节目 我上次在4.0里面 也有示范过我怎么样煮黑豆 我都是会先泡水 泡大概12小时放冰箱 然后放电锅 外锅放两杯到两杯半的水 把它煮熟 煮到 嗯 你看 非常的松软 这样就成功了 然后黑豆的水 千万别倒掉 我都是把它直接拿来喝 好甜哦 里面花青素非常多 营养很丰富 我一个 那个朋友 他得了糖尿病很严重 他的中医师都叫他这样 煮黑豆 然后把那黑豆水拿来喝 好 那个 有的人会炒黄豆 炒黑豆 然后泡黑豆茶 我曾经试过 但是这样子有的时候像我的身体容易上火 所以我觉得就烘黑豆用煮了 然后喝他的那个茶 喝他的水 很棒 然后豆就拿来打豆浆 红豆也是吗 红豆 哎我刚刚就把红豆水喝了耶 红豆水很好 红豆水 红豆不需要泡很久 大概10分钟就好了 然后如果你用这个你要煮红豆汤用粉样糊煮的话 非常好 那今天呢我们还要介绍一道啊 就是这个玫瑰花茶 因为玫瑰花呢也有酥干里气 因为也有人就是更年起不顺是因为干气预制 所以我们也可以吃点酥干里气的这个茶水 也非常简单 有了这个好壶呢你就可以煮一壶的这个 这个来玫瑰花 我们玫瑰花呢大概是15克 这是15克一定要买可以食用的 那如果你不放心的话呢 你可以用好水稍微漂洗一下哦 这个玫瑰花非常的漂亮而且很香 好我们就把它倒进来 哇光看着就很疗愈了哦 然后我们再加上一点柠檬皮 来柠檬皮呢我们是把它消下来洗干净消下来 一整颗的柠檬皮放下去 柠檬皮里面有很多的柠檬精油 也有丰富的维生素C 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 好这样子放下来 我们好水缸是1200cc 然后我们可以放一点点冰糖 如果需要的话 我通常是不放冰糖的 所以我决心不要放冰糖 然后来煮煮看和喝它的原味 好非常简单就按了开始 然后按花果茶 10分钟以后呢 你就可以喝到非常好喝的花果茶 酥干里气 那刚刚啊我们特别示范的那个红枣黑豆 那它特别适合就是心脾两须 因为对中医来讲啊 那个为什么会有更年期呢 就是肾虚 所以他们就喜欢要补肾 那中间还有各种不同的状况 那这个黑豆再加上红豆呢 就非常适合肾皮 就心脾两须 那我们刚刚这个 这个就是酥干里气 因为有些是干气预制 然后也是同时可以调整我们的肾气 然后由于这个呢 这个特别对心叫什么叫水火不交 就是我们的心火很旺盛 然后肾水不足 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 这一道也是非常适合的 好 嗯 其实我有时候睡不着的时候呢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痛苦 所以我很能够感受睡不着的朋友们的心痛苦了 所以很简单的方法 我觉得睡觉前一定会有一些仪式 比如说我睡觉的时候呢 我会把腿伸直 然后我通常会一脚上一脚下 这样子呢一方面给我们的心脏打血 一方面你慢慢的在做 它其实也会慢慢让你想睡觉 然后我再旋转这个脚踝 因为我们的脚踝这里都有三阴交 三阴交对我们女性非常重要 所以我左边十八下 右边十八下 这样慢慢的旋转的时候呢 就会觉得那脚踝非常的舒服 我同时也运动到我们的三阴交 然后我通常睡眠的时候会戴个眼罩 告诉自己一定要睡觉了 因为睡觉的时候呢 完全没有灯 完全黑暗非常重要 有的时候你开着一个小小的灯 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分泌退黑激素 你会睡的不好 所以一定要完全的黑暗 如果呢你光这个就是关灯还没有效果 你可以像我一样戴个眼罩 有一阵子我先生也是非常的疲劳 然后尤其晚上写稿 那一写稿以后呢 常常睡下去的时候 那个头脑还在乱转 所以他也觉得睡不好 那我就告诉他 你不妨戴个眼罩 戴个眼罩呢 你就告诉自己我要睡觉了 我要睡觉了 然后就比较放松 然后都一片漆黑比较放松 你就比较容易睡着 他发现这个方法不错 还有呢 我觉得我们常常心里有事 就能就容易睡不好 所以心里有事就是 哎明天要早起了 哎呀那个东西我忘了 哎呀什么 所以不论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要关灯了 只要戴上眼罩 就把它忘掉吧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常常就是会心里想什么呢 我如果要有一些杂念在我的心头 我就开始想 我要感恩谁 然后我要感恩我的先生 每天早起帮我做早餐 我感恩我的儿子 他这个非常的努力 让我觉得非常欣慰 我感谢我的助理 我的小编小容 非常帮助我 帮我很多忙 当我这样子一一感恩下去的时候 我心里分泌 好多好多的那个 我觉得我的血清素大量分泌 然后心里充满了快乐 然后呢 还没有 常常我还没有感恩完的时候 我就已经睡着了 所以 如果你睡眠不好 也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另外我最近也开始泡热水枣 已经泡了一段时间 一方面是要去寒 然后我发现呢 泡热水枣也可以助眠哦 如果你这个担心太热 洗了热水枣太热 睡不着的话 你可以早一点泡 譬如说你可以 睡前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之前泡 然后每次呢 你泡十分钟就好 或者慢慢渐进可以到十五分钟 我现在泡半个钟头 也都没有问题 然后这个泡的时候水温不要太高 譬如说三十八度 然后它会让你肌肉松弛 也能够帮助你入眠 特别是有些女性啊 手脚容易冰冷啊 也会睡不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水脚手脚不冰冷 就会睡得好 那再加上你早上喝了B群 所以它调整了你的神经 所以你没有心悸 没有倒汗 没有热潮红 你当然都会睡得比较好 所以希望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无论是我的这个黑豆 红豆 红枣浆 或者是我的B群大补汤 或者是我现在正在炉子上 冒着热气的这个玫瑰 这个柠檬茶 都能够帮助大家睡个好觉 舒缓神经 心情愉快 然后赶走更年期带来的各种不适 或者你还没有进入更年期 你也可以早早开始这样子的饮食 因为我就是这样 所以我的更年期来的比较晚 而且非常的平顺 好 还有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 12月21号 我最后一场最后一场的分享会 下午2点到5点 在高雄的这个汉品 汉品酒店五楼 汉品酒店五楼 所以那个就是可以 来 好 可以报名连结 我们的报名连结呢 直播后会PO在直播文章里面 也可以打电话 072855 5859 072855 5859 还有别忘了 你已经按赞了吗 你有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了吗 然后你按赞 然后留言 分享 我就会送你 你就有机会抽中 这个大豆生态 我们这次要送三个好朋友 那这个大豆生态呢 除了可以加在精力汤里面 也是我运动时候的好伙伴 特别是这样子的理型包 随身包 我都会戴在身上 运动完直接拿出来 然后撕开 加在我的这个水瓶里面 摇一摇 然后就立刻喝下去 因为他们说 运动完半个小时 立刻补充蛋白质 最有助帮助我们长肌肉 那现在呢 我们退化越来越快 对肌肉的流失也是很可观的 所以这是我现在最努力的目标 好啦 今天的分享 就到这里结束了 好 谢谢各位好朋友 我希望今天的人数会飙最高最高哦 拜拜 祝大家健康